外交人員 跟著忙碌 但怎麼也沒想到 外交官自己成了 疫情受災戶 連薪水都暫時沒得領 怎麼樣去支付我們未來的那些車代 即將到期的車代房貸 家裡的孩子們的學費 就是照顧父母親長輩的 還有醫院的一些費用 你也去跟你的家族人去見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經濟問題要處理 其實大家其實都有點拉不下這個臉 跟自尊 外交人員家屬很生氣 因為每年七月成為破月 外交官不管調回台灣還是外派出國 可能會有部分時間在台灣 其他時間在國外 但兩邊薪水計算方式不同 方便起見會等到時間確定再補發 但現在根本沒有時間表 薪水也不知道找誰討 外交官薪資在國外大約二十到三十萬 國內大約七到九萬元 包含房租房貸 保險 車貸 生活起居 薪水下不來 影響頗大 假設到年底都無法復任 最多影響一百八十萬的收入 要等到明年才能補發薪水 那可能因為時間差的管 可能九月份就會一次補期 可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像目前好像呈現一個三不款的狀態 目前疫情較嚴重的拉丁美洲 德國南亞美國部分區域 都礙於疫情無法復任 國外回不來台灣出不去 牽涉層面之廣 超過二十多個家庭 很多還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 接下來該怎麼辦 外交部表示同仁有問題可以直接反應 但外交人員不管在國內外 每天準時上下班 沒道理工作的卻沒前領 人人稱憲的外交兼兵 光鮮外派因疫情暫時喊咖 無奈染上另類的無心症候群 三連選陳菌姐 朱樹君 她被報導